在广大的金融市场里,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市场中的赢家 在这贪婪及恐惧的气氛中,往往忽略了市场背后的结构 这个结构大致可以区分为四大要素 首先,促成市场的第一要素,就是供需,有了供需 因此产生了价格行为,价格,绘制出了K棒 而K棒的诞生,才有K棒形态 最后,衍生出形态学以及技术指标 今天,我就引用这位交易心理学家的论述 透过论述里的自由度交易 使用极少数的参数在比特币上进行一套逆时交易策略 我将从这四大要素中,运用K棒形态来实现 简单来说就是不使用任何指标 这样的策略真的可行吗? 稍后我就来一一验证 如果你对本次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温柔地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带你从0到1,1到N的无限成长 而这位交易心理学家,在量化交易的圈子里 是非常具有影响力 想更进一步了解一定要看到最后 回馈你的不光是你的思维 还有精彩的片尾彩蛋要分享给你 我非常肯定在交易的路上一定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 俗话说,指标靠量化,策略要内化 这一集,我将展示一套逆势交易策略 在这514天的交易日里,使用一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比特币对泰达B100次以上的交易 适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 加密货币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这套交易策略我会在TradingView上实现 并使用两个K棒形态来作为技术分析的工具 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说明及演示一遍 如何在TradingView上添加并使用这套交易策略 这套交易策略运用了两种K棒形态组合而成 分别为吞噬、三冰 这两个形态,与往常一样 快速科普形态其中含义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在K棒的形态生成以前 事先由价格的行为绘制出了K棒 也可以说K棒是记录了某个时段的价位 若图表级别在日线 就是一天一根K棒 若切换成小时线 就是一小时一根K棒 而日线的组成 就是由24根小时线的K棒组合而成 其他的图表级别就以此类推 这里就不做额外的说明 关于K棒 在本集也扮演着判断进场的重要角色 所以,他也要一并被抓来科普 就因为K棒长得像蜡烛 有人称为蜡烛线 也有人称为K线 不同地区给K棒的命名 呈现的样貌 以及颜色都些许不同 这里没有一定 只要知道它的意思即可 在国际间 绿色代表收涨 可称红K或阳线 红色代表收叠 可称黑K或阴线 当K棒呈现绿色时 代表收盘价大于开盘价 相反的 当K棒呈现红色时 代表收盘价小于开盘价 上引线 代表价格曾经来到这里的最高点 下引线 代表价格曾经来到这里的最低点 这里请注意 上引线及下引线 这两条引线是我们本次要判断进场条件的配角 请不要忘记它 再来是K棒形态里的吞噬形态 吞噬形态 就是我们本次要判断进场条件的主角 这个形态可分为多头吞噬及空头吞噬 它是由连续两根K棒组合而成 若依照原文来说明它的进场方式 当价格触底或价格触顶时 运用两根K棒来进行价格反转的交易行为 但今天 我们引用它的原文 稍微调整一下使用三根K棒来进行 以多头吞噬为例 当价格触底时 当下这根K棒我称它为第一根K棒 上一根称它为第二根K棒 上上一根称它为第三根K棒 当第一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涨 收盘价要完全大于第二根K棒 记得 完全大于 代表包含了上引线 这样才符合吞噬的意思 而第二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叠 收盘价要小于第三根K棒的收盘价 记得 小于不包含完全小于 所以下引线就不包含在内 最后 第三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叠 全部条件符合后 第一根K棒的下一根K棒开盘价 就是进场点位 相反的 空头吞噬 就是把多头吞噬到过来的意思 当价格触顶时 当下这根K棒我称它为第一根K棒 上一根称它为第二根K棒 上上一根称它为第三根K棒 当第一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叠 收盘价要完全小于第二根K棒 记得 完全小于 代表包含了下引线 这样才符合吞噬的意思 而第二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涨 收盘价要大于第三根K棒的收盘价 记得 大于不包含完全大于 所以上引线就不包含在内 最后 第三根K棒收盘后 K棒要收涨 全部条件符合后 第一根K棒的下一根K棒开盘价 就是进场点位 最后要介绍的K棒形态叫做三冰形态 这个形态可分为红三冰及黑三冰 红三冰就是连续三根收涨的K棒 而黑三冰就是连续三根收叠的K棒 这里就直接引用它的原文来作为本次的出场信号 当多单进场后 遇到连续三根收叠的K棒 这代表市场卖压越来越强烈 我们就在下一根K棒的开盘价 进行多单平仓 相反的 当空单进场后 遇到连续三根收涨的K棒 这代表市场买气越来越强烈 我们就在下一根K棒的开盘价 进行空单平仓 说明完以上会用到的K棒及形态 接下来 我将结合实力说明交易规则 并且让大家知道如何将这套交易策略运用在市场上 进入到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比特币对泰达币 一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 第一 在图表中 标示出每日开始的第一根K棒 标示完成后 让我再退回到5月1号来开始说明 第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K棒来到了新的一天的开盘日 也就是5月2号 我们就标示出昨日K棒的最高点及最低点 这个最高点及最低点 就是要用来判断多头或空头的信号 若当下收盘后的K棒 有跌破昨日K棒的最低点 我们就是为多头信号 相反的 若有突破昨日K棒的最高点 我们就是为空头信号 这里可以看到 这根收盘后的K棒 已经跌破昨日的最低点 但是 先别急着进场 因为我们还需要加入形态 这个信号来判断 第三 当符合多头吞噬的形态时 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 我给这三根K棒的编号 当下这根收涨的K棒等于1 上一根收叠的K棒等于2 上上根收叠的K棒等于3 2的收盘价要小于3 也就是连续两根收叠的意思 1的收盘价要收涨 并且完全大于2 完全大于代表包含了上影线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多单进场点位 停损 使用进场价的6%来作为停损点位 数据窗口显示 进场价为27991.9 减去6%等于26312.4 这是6%的计算公式 停利 当进场后 从进场价获利了2% 此时 我们就让获利持续奔跑 数据窗口显示 进场价为27991.9 加上2%等于28551.7 这是2%的计算公式 在获利持续奔跑的过程中 直到出现了黑三兵形态 也就是连续三根收叠的K棒 而它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停利目标 可以看到我们的多单停利目标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另外一个多单出场的方式 当多单进场后 除了专注于停利的点位外 同时也要专注于前一日K棒的最高点 及最低点的变化 在尚未平仓的过程中 若跨越到了新的一天 我们就要检查前一日K棒的最高点 及最低点 如果遇到符合空头吞噬的信号 这也代表价格有很大的几率反转 此时 不要再期盼黑三兵形态的到来 我们必须把手上持有多单部位平仓掉 并进行空单进场 这个方式有很大的几率让你持仓的部位小赚或小赔出场 可以有效避免进场后遇到价格的反转 因为 如果真的打到6%的停损 心会很痛 接下来是空单的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比特币对泰达币 一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空单的规则 第一 在图表中 标示出每日开始的第一根K棒 标示完成后 让我再退回到5月22号来开始说明 第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K棒来到了新的一天的开盘日 也就是5月23号 我们就标示出昨日K棒的最高点及最低点 这个最高点及最低点 就是要用来判断多头或空头的信号 若当下收盘后的K棒 有跌破昨日K棒的最低点 我们就是为多头信号 相反的 若有突破昨日K棒的最高点 我们就是为空头信号 这里可以看到 这根收盘后的K棒 已经突破昨日的最高点 但是 先别急着进场 因为我们还需要加入形态这个信号来判断 第三 当符合空头吞噬的形态时 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我给这三根K棒的编号 当下这根收叠的K棒等于1 上一根收涨的K棒等于2 上上根收涨的K棒等于3 二的收盘价要大于3 也就是连续两根收涨的意思 一的收盘价要收叠 并且完全小于2 完全小于的意思 代表包含了下影线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空单进场点位 停损 使用进场价的6%来作为停损点位 数据窗口显示 进场价为27296.0 加上6%等于23612.4 这是6%的计算公式 停力 当进场后 从进场价获利了2% 此时 我们就让获利持续奔跑 数据窗口显示 进场价为27296.0 减去2%等于26750.1 这是2%的计算公式 在获利持续奔跑的过程中 直到出现了红三兵形态 也就是连续三根收涨的K棒 而它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停力目标 可以看到我们的空单停力目标 最终在这里集中了这根K棒 另外一个空单出场的方式 当空单进场后 除了专注于停力的点位外 同时也要专注于前一日K棒的最高点 及最低点的变化 在尚未平仓的过程中 若跨越到了新的一天 我们就要检查前一日K棒的 最高点及最低点 如果遇到符合多头吞噬的信号 这也代表价格有很大的几率反转 此时 不要再期盼红三兵形态的到来 我们必须把手上持有空单部位平仓掉 并进行多单进场 这个方式有很大的几率 让你持仓的部位小转或小赔出场 可以有效避免进场后 遇到价格的反转 因为 如果真的打到6%的停损 心会很痛 最后 又到了干大事的时间 没错 我将进行100次以上的复盘回测 初始金额为1万泰达币 当该使用1比50 使用百分比权益 交易手续费为0.1% 是不宜迟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比特币对泰达币 一小时级别图表里 回测日期为2022年1月 至2023年6月 在这约514天的交易日里 总交易次数为148次 净利约4800泰达币 总收益率约48% 最大一笔交易获利为34% 最大一笔交易亏损为12% 盈利因子为1.5% 手续费约1800泰达币 胜率为57% 其余绩效债要请自行参阅 静止曲线图 由左下角至右上角出使金额的净利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没有使用任何指标的情况下 使用极少的自由度 也能获得创高的绩效图 最后的最后 又到了片尾彩蛋小剧场 没错 我将赠送本集所演示的指标与策略 如果你希望拥有一套精量化后可被验证的交易策略 请到我的底下描述栏内点选申请 申请成功后 你的TradingView界面 就会出现本集所演示的指标与策略 这些脚本是完全不会公开在市场中 需要透过申请的方式才能拥有使用权 有需要的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你是在上一集就已经申请过 赠送的条件不变 只要符合请直接私讯我 我会直接发送给你 想申请上一集指标与策略的观众朋友们 可点选由上角这集 建置完成后可以看到 IND是指标 ST是策略 IND在使用上 可以快速找到符合多头吞噬 空头吞噬这两个信号 当K棒出现绿色范围 代表符合多头吞噬的信号 出现红色范围 代表符合空头吞噬的信号 ST在使用上 就更加友善了 直接帮你开外挂 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多空进场及平仓的点位 连进场后的2%的触发条件都帮你标示出来 绿色线条及红色线条 分别代表多空进场后触发2%的点位 显示by TL及SEL TL 表示多单及空单触发了三兵形态来进行平仓 进场显示by 出场显示CEL 表示多单进场后 在未平仓的情况下 出现了空头吞噬的信号 此时就进行多单平仓 并进行空单进场 相反的 进场显示效 出场显示by 就是到过来的概念 策略的停损停力百分比 你也可以任意地进行调整 或是在不同的图表级别进行回测 这也包含不同的商品 甚至见识你认为可以辅助这套交易策略的任何指标 以上是这套交易策略的进出场逻辑 这种触底及触顶的进出场行为 就称为逆时交易 也有人称它为左侧交易 这种策略就如同逆着市场不断地去尝试接刀 期盼价格的反转 整体来说 逆时交易策略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 但同时也潜在着较大获利机会 合理的风险管理与纪律性的执行交易计划 这样才是成功应用在逆时交易策略的关键 但无论偏爱用哪种方式来进行交易 在杠杆的使用上要更加谨慎 它可以放大你的获利 同时也放大了你的亏损 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 频道的尾声 让我们来聊聊开头所提到的自由度交易 自由度交易 在我开发策略的过程中 扮演着最核心的信念 而这个名词是由凡·沙普博士所提出来的论述 他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投资顾问与交易训练的专家 如今已培训过无数的交易员 并被国际公认为当今顶尖的交易心理学家之一 在他的章节里论述的自由度交易 我把它整理在这边 而他的重点说明了在一套策略开发的过程中 不要过度使用自由度来追求历史资料的完美绩效 虽然拥有完美的绩效 可是一旦进入石盘交易 这套策略就会有很大的几率宣告失败 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最佳化 所以 建议在策略开发的过程中 不要超过四个或五个以上的自由度 内容所谈到的自由度 其实指的就是指标 分享完沙普博士在自由度交易的这篇论述 他引用了交易系统编程的比喻来谈到过度最佳化的问题 或许听完后 部分的观众朋友还是没有办法很完整的理解 如果依照我个人对过度最佳化的见解 我会引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这段词组 来作为比喻 避免过度最佳化就如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身为父母亲的我们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教育方式 若每天给孩子安排大量的课外学习时间 而忽略了学习心态和心理健康 如同在交易策略上 加入了很多指标及参数 虽然学到了很多技能 但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期望 未来的表现很可能因为这些过多的压力和期望 导致一蹶不振 所以 加入过多的自由度 会使策略在未来交易中表现不佳 而陷入过度最佳化的陷阱里 相反的 若注重孩子的整体发展 让他们有机会自主探索和培养兴趣 同时注重培养良好的心态和自主学习能力 这样不仅有助于他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态度的培养 也能帮助他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并发挥潜力 如同在交易策略上 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行情 并具有更强的穿透能力 而不单仅仅局限于过去的历史资料 使策略走得更长远 以上引用的比喻 是我个人的见解 不代表诠释了过度最佳化这个名词 如果比喻的不好 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底下留言一起交流 如果你有很棒的策略 想进行全自动交易 或是厌倦了扰人的信号计算及盯盘 想提升生活品质 你也可以到我底下描述栏内 点选BQAN全球量化交易 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还能享优惠 这里头环绕着对城市交易学习的议题 或是点选右上角 观看城市交易这一集 不论你是城市交易者 或是主观交易者 希望看完本频道后 都可从中受益 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花你五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 我会非常的感谢 好啦 指标靠量化 策略要内化 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对这套交易策略有其他更棒的想法 欢迎底下留言 指标与策略祝各位顺心 我们下次见